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这一组是上次来这边 然后有听到一排有在讲到哺乳地图的事情 那我们对于母婴的议题比较有兴趣 那所以我们就加入了哺乳地图的部分 那目前现有的资源是这样子的 政府在Open Data这个地方已经有放出了这个 志愿设置的吉普鲁字名单 以及这个法益设置的名单这样子 但是这个Data刚出来的时候 就是Beggy有帮我们就是跟政府机关这边有询问了一些东西 例如说为什么这个地方的资料跟 这个地方乌鲁一直通 官方也是有出一个APP 那两边的资料好像也有点对不上 还有包含了比如说这个档案合适的问题 那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要跟政府机关讨论一下 那Beggy有帮忙去询问了 那另外就是还有在那个银水地图的部分 银水地图的部分有些人有帮忙就是 在布鲁地图这边想 因为其实银水地图跟布鲁地图很有点像 就是说都是在地图上面 然后有特定的功能 那有人有需求 那我们去找这个特定的点这样子 那有一点点差别在于那个 布鲁士通常是一届房间 而银水机更小它是一个device而已 所以它可能会在任何一个位置都有可能 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 我们今天没有打 我们今天的进度 并没有在考虑这个data的部分 因为data其实有很多路要 从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发现有很多问题 那我们今天想要讲的是在这个 反过来 data是从非常上面的角度 那我们反过来非常非常user这边的角度 以使用者在使用APP的时候 它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让我们有办法提出更好的建议 然后 例如说 建议给政府机关也可以 或我们自己做也可以 那 例如说像现在的母鲁士通 它使用流程大概这样 这是非常标准的 如果今天 有一个人外包这个case给我 我大概也会写成这样子 反正有多少data 我们就差点 那差点了以后按下去 在这附近有这么多点 那按下去以后 就会看到这个资料 这是非常直觉的 非常直觉的事情 但是它不好用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 没有 我还没抱小孩啊 快了 但是 问过抱小孩的人就知道说 哇 实际上不可能的 因为听说 就是一只手拿手机 然后 一只手抱小孩 于是你点不到那个 这个 爹 听说用指节啊 你把说用指节 那就用指节去按那个东西这样子 那 要是我 可能会用舌头 那 对 会有问题的 就是 还有就是说 这么多的点 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今天我们跑到正部近 你知道正部近有五个点 那每个点 我点验去以后 发掘它的这些资料 那里面有没有 例如说 营业时间 会不会关了 或者是例如说 它的device 没有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装置 那如果没有 你就跑出来 再重新捡一个点 再跑进去 再跑出来 再跑进去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所以我们在想 就是 回过头来讲说 以这个使用者中心导向的方式去 去思考 去分析说 使用者的目标是什么 痛点在哪里 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那所以在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在想 也许我们应该把 资料导向 改成 使用情境导向 因为今天如果你是使用者 你是使用者的话 资料很多 点这么多 当点这么多的时候 等于没有点 因为你就知道 你父亲有很多点而已 其实意思是一样的 那 而实际上就是会有 我刚刚讲的问题 可能会点进去 点出来 点进去 点出来 那我们就在想说 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发觉 也许不是只有 哺乳地图而已 事实上可能 还有考虑的事情 可能会环绕在 就是说 如何处理 就是你出门在外 因而相关的需求 那 所以也许我们名字 不会叫 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名字 叫babypapa造之类的 对 还在想 那主要我们去分析一下需求 需求有可能 有什么的 有瓶味 有青味 有挤乳 有换料部 有副食品 那瓶味就是用奶瓶吧 青味就是直接 在胸上胃 那 那 挤乳 就是要把 母乳挤出来 换料部 副食品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我们会有三个角色 在这个位置上面 事实上 因而不是全部都有参与 母亲才是有 全部都有参与的 那父亲的话 他其实可以帮忙品味 可以帮忙 换料部 可以帮忙副食品 东西哪个没办法 身体上没有签字 那 对 所以我们可能 你会有不同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想说 既然你会有不同的需求 的话 也许我们在考虑资料导向的时候 改成实用情形导向的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有个mark up mark up 好 例如说像这个样子 也许 你进来的时候 根本就是一个很大的六大楼 那按下去 是不是就可以 直接 这些据出来的全部都是符合 你选择的是 轻味还是品味 还是脊乳 还是物食品 就是 你先选择你要的情境 然后跑出来 保证是 应该是你要的那个点 而不是一开始把 全台湾所有的点 全部都丢给你 那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相对简单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是可以让使用者 更方便 那 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就发觉 普鲁士的据手 非常非常非常多 这个超多的 超级多的 超级多的 这个 根本是 没有碰到不知道 那它会有各种问题 例如说 呃 男生禁止进入 的话 那办法怎么办 比如一来说 我想要帮忙 换料部 可是有很多普鲁士 是男生是不得进出的 我想要帮忙 平胃 我想要帮忙充配方来 很多普鲁士 男生不能进去 那办法怎么办 那推身推不进去怎么办 加热方式有很多种 那人是几度 你要不要丢哪里 很多啊 然后 带着小孩去想上厕所怎么办 这边可以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 那个 黄先生跑去那个普鲁鞋 我也都听到的 就是说 现有法规是 普鲁士不可以设置在厕所里 不可以设置在厕所里 所以 如果你又抱着小朋友 可是你又想上厕所 那厕所离你 可能有点远 那 家属 家属 时间已经超过了 不好意思 好 所以另外一问题就是 普鲁士里面有厕所吗 我也不知道 好 那另外还有一些定位的问题 包含例如说 定位不精准 这些楼层问题 到底在哪里 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例如说 你知道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 有三个普鲁士 可是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 这么大钱 那到底在哪里呢 如果你用Google Maps 他只会给定一个位置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三分讲一个东西就好了 就是各国生育力列表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哪里 这个是最尾啦 我们倒数第三 好 所以 新加坡 你可以看到香港 最后四个都是所谓的 华人文化 不是说华人文化 好像也没有 反而我们的一胎化的 反而是一百八十年 那我们是 两百二十二年 那所以 其实我们在做这东西在想 因为刚刚呼应到 刚刚有人在讲到说 那个 未来我们人口会老化 他会这样子 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去想一些怎么样 让大家 比较愿意生育 下一代的环境 这样子 好 大概就这样 好 谢谢